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总人口增速明显放缓 十四五期间预计进入负增长 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年的报告指出 中国最早可能会在2023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在2024年达到20.53% 步入老龄化社会 另外 半月谈杂志日前也发文指出 未来十年间 内地将迎来历史上最大的退休潮 平均每年有2000万人退休 1960年代出生的群体将迈入退休生活 《每日经济新闻》就指出 最先受退休潮影响的是劳动力年龄 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大幅下降 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的院长彭锡哲指出 每年新增的潜在劳动力供给仅有1700万到1800万 受生育率长期维持低水平的影响 每年都会减少300万到500万的劳动年龄人口 而退休人数比新增就业人数多 缴纳养老金的人数持续下降 养老金压力也会增加 退休潮来临 社会将发生很大变化 比如公务员招考人数和规模或许会大爆发 养老需求随退休人员增多也会成爆发趋势 那么养老服务业将产生更多的创业和就业机会 好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俄乌战争将近5个月 俄方指乌军在获取西方提供的武器方面遭受重大损失 说俄军摧毁了4套美国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 而乌方则指乌军的抵抗 使得俄军在东部推进没有进展 但东北无成使哈尔科夫遭到俄军攻击 造成三人死亡 二十人受伤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22号表示 在7月5号到20号期间 俄军已经摧毁了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 4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 陆基精确武器又在顿尼茨克人民共和国 克拉马托尔斯克时 摧毁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编队临时部署点 消灭了多达300名乌方人员和40多台特种装备 空天军的高军度武器摧毁了乌方摩托化步兵旅的火箭和火炮武器仓库 殲灭了30人 还破坏了6辆装甲车和机动车辆3000多枚炮弹 而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 俄军在猛烈炮火的支持下 继续向东部顿尼茨克州的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和巴赫木特 以及弗勒西尔斯卡发电厂推进 但遭到乌军抵抗 所以没有取得显著进展 不过克兰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 这两个乌军重要据点都遭到俄方导弹袭击 有两间学校被击中 两人受伤 而位于东北部的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 21号遭俄军集数弹攻击 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20多人受伤 预袭的包括市集 巴士站 民宅等居民区设施 当地官员批评 俄军以人口最为密集的地方为目标 造成平民死伤 英国国防部22号的情报指出 由于俄军针对地面攻击的导弹严重短缺 所以增加使用防空导弹 然而 本来用作远程攻击飞机和导弹的 S300和S400战略防空系统 很可能会难以击中预定的地面目标 并会造成平民伤亡 而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则指出 俄军继续在乌克兰东部 西维尔斯克以东和巴赫木特以南 进行有限的地面攻击 而且可能将军备储存在 东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站 以保护其免受乌克兰袭击 此期就指 俄方已经动用了 55%到60%的高精度武器储备 预料未来几周内 不太可能在战情上取得重大进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从俄罗斯输送天然气 到欧洲的北溪一号管道恢复营运 但产能只有四成 原因是俄罗斯还没有批准 维修好的涡轮机入境 而西班牙 葡萄牙和希腊 都反对欧盟减少15% 天然气用量的建议 从俄罗斯输送天然气 到欧洲的北溪一号管道 周四恢复营运 但供气运能 只是最大输气规模的四成 最主要的原因是 早前遇到加拿大维修的涡轮机 未能重返岗位 路透社报道称 维修好的涡轮机 早前已经空运到德国科隆 但目前正卡在德国 原因是俄罗斯还没批准 机器入境 包括没有提供入境所需的文件 也没有交代涡轮机 可以通过哪个海关进口和交货 俄罗斯则指 没有收到负责维修的 西门子能源所提交的文件 俄罗斯早前警告 另一个涡轮机 本月稍后也要送到加拿大维修 如果未能重新装回 北溪一号的产能 可能进一步降至两成 欧盟因应俄罗斯的能源威胁 建议27个成员国由8月开始减少 天然气用量15% 当中德国率先推出节能措施 包括鼓励市民在家工作 同时禁止私人游泳池 在冬天开启恒温设备 不过西班牙 葡萄牙和希腊 都反对欧盟削减使用天然气的建议 西班牙批评欧盟没有做出事前咨询 葡萄牙则担心在干旱的情况下 除了天然气外 难以寻找其他替代能源发电 有四成天然气都依靠俄罗斯的希腊 则表明只愿意在紧急情况下 局部停电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就在乌克兰正在进行一场 常规的领土争夺战的同时 俄罗斯也在开辟第二条战线 那就是天然气战场 欧洲国家一直在紧张地等待着俄罗斯出手 来看一看俄罗斯总统是否会在未来几天 将天然气的闸门重新开放给欧洲大陆 在此前管道已经关闭了十天 以进行例行的维护 现在还说正需要继续的维护 那么本星期二 普京总统表示说 俄罗斯将会履行自己的义务 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欧洲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 进一步保持的话 那么气流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就是给你发暗示和威胁了 这个欧洲的分析家们 其实他们并不预计普京会完全地关闭天然气的供应 因为这是一个极端的选择 它固然会使欧洲陷入深度的衰退 并且使数百万人无法取暖 但是如果普京那样做的话 他已经没有其他的弹药来打这场 这个燃气战争了 所以呢我们从过去一段时间里 看俄罗斯的做法都是玩游戏一样 关闭一下开放一下 关闭一些开放一些 因为俄罗斯毕竟他从中也是要赚钱的 那么美国的前驻欧盟大使 他叫英斯塔 他分析说普京呢 他是个克格勃 他是一名战术家 他会玩心理游戏 所以呢他总是希望能够赚钱的同时呢 不断地在玩这个战争游戏 就是这个游戏战争游戏呢 让欧洲屈服 那么这个天然气战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很显然就是要分裂西方的联盟 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欧洲团结一致反对俄罗斯 这空前团结 对俄罗斯一致实行经济制裁 并且将乌克兰提供财政支持和急需的武器 俄罗斯有自己的算法 第一呢 由于欧洲能源短缺 造成这个轮流停电 还有佩吉 就会破坏欧洲公众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同时呢 也会在每个国家 彼此之间都在争这个囤积天然气的时候呢 让北约和欧盟的盟国互相对抗 刚才我们看到了啊 这个西班牙 葡萄牙 希腊都已经向欧盟 这个提出意见了 另外呢 他们还这样算计 就是天然气呢 它既能够作为一种战争工具 给俄罗斯对付欧洲啊 有一个相当大的这个威慑和影响力 同时呢 又不至于在整体上大幅度的损害 这个俄罗斯能源出口的收入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的主要收入是来源于石油 而不是天然气 相比之下呢 欧盟对于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呢 那就很强了很大了啊 像去年就进口了40%的天然气 都从俄罗斯进口 但尽管如此呢 把天然气作为一个战略武器 做这样的这个玩法呀 其实对于俄罗斯也不是没有风险的 毕竟呢 这个操作视窗啊很短 你如果达不到目的的话呢 你要么就退回来不打了 要么呢 你就得再孤注一掷 现在呢 莫斯科在6月份 已经把这个760英里管道场的 这样一个天然气流量 减少了一半以上 那么如果俄罗斯完全关闭天然气的话呢 就会破坏这个50年以来 俄罗斯和欧洲建立的这样一种供应商的关系 那么对于这个俄罗斯的声誉呢 在估计上是将会大受打击 那么现在看呢 即使普京还没有下令这样做 但是呢 他也面临这个下一步怎么办 如果欧洲 我就认了 我拼了 我累紧的裤带了 我那个不取暖了 减少取暖 那么普京下一张牌怎么出 现在已经受到惊鹤的欧洲 已经持续的实施开始了 转换为替代能源的这样一个计划 欧洲今年的天然气 进口量已经减到20%了 就减了一半了 而他的目标是在未来五年内 把莫斯科完全排除在 他的能源供应的结构之外 反正无论俄罗斯 对欧洲这场天然气之战 怎样打下去 俄罗斯都可能 转而以后将严重地依赖中国 作为他的主要天然气客户 那么中国呢 当然由此就会成为最大的收益者 但是呢 问题是 俄罗斯目前大部分的管道基础设施 都是向稀修的 这要建设通往中国必要的 这个燃气管道基础设施 来取代从欧洲那边失去的市场 恐怕还要四到五年的时间 所以分析家认为 这两三年时间之后 俄罗斯将更加的依赖中国 那这就是另外的话题了 好 我们看看日本 日本政府在22号的内阁会议上 通过了2022年度的防卫白皮书 白皮书说 中国对地区和国际社会 构成了安保上的强烈忧虑因素 白皮书还大幅度增加了 对台湾问题的描述 日本政府在周五的内阁会议上 批准通过了2022年度版 防卫白皮书 白皮书新设俄乌冲突章节 指俄罗斯对乌克兰构成侵略 违反国际法 日本绝不容许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 白皮书用33页阐述中国 指中国的国防政策军费增加 给地区和国际社会 构成安保上的强烈忧虑因素 这种倾向近年在逐渐增强 白皮书使用图表 详细表述中国海空军力 在日本周边海域动向 并聚焦中国推进军队智能化 指未来任治愈作战将愈发重要 白皮书还增加了对台湾军力 两岸军力对比的描述 中台の軍事バランスの拡大傾向 中国の台湾に対する各種の圧力の位置層の強化 また台湾を支援する姿勢の位置層の強化 国際社会による台湾海峡への平和と安定への関心 また去年の合図表明がありました ロシアによる台湾ウクライナ侵略という新たな賞を設けるとともに 台湾についても記述を投票することを言いたし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 白皮書指 朝鮮人對日本構成重大緊迫的威脅 日本也認為 中俄轟炸機聯合飛行 軍艦聯合航行 是未向日本示威 雖然日本在防衛方面的研发費用是過去新高 但日本防衛費和GDP比率在七国集团中最低 今年要修定国家安保战略 防衛大綱等三份重要文書 需要探討所有選項 增强防衛能力 今年日本防衛白皮書的內容 其實也暗示了今年年底之前 日本即將修訂了國家安保戰略的內容 那就是警惕台灣海峽的局勢會進一步升級 警惕中國 警惕中俄聯手 這都成為日本增強防衛力的藉口 防衛士林淼 正經正盛小文斌 日本防衛士報道 對於這份防衛白皮書涉及中國的部分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2號表達強烈不滿 堅決反對在台灣問題上干涉中國內政 依舊此向日本提出嚴正交涉 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奉行防御性的國防政策 中國國防建設旨在維護自身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 正當合理 無可非議 中國同有關國家開展聯合巡航等軍事合作 符合國際法和國際慣例 不針對任何特定國家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固有領土 中方在釣魚島海域開展海洋活動 是正當行使主權權利 台灣是中國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 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干涉 我們敦促日方 立即停止渲染周邊安全威脅 為自身強軍擴舞 尋找藉口的錯誤做法 認真傾聽國際社會的聲音 深刻反省侵略歷史 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以實際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 日本的防衛白皮書也涉及了日韓兩國爭議島嶼的主權問題 韓國外交部回應指反覆提出不當領土主張 對韓日關係無異 在最新版的防衛白皮書中 日本連續18年提到了日韓兩國爭議領土獨島 獨島位於朝鮮半島東部海域 面積大約是0.18平方公里 目前由韓國實際控制 韓國外交部發言人指出 獨島在歷史 地理 以及國際法上都是韓國的領土 日本政府應該明確這個事實 反覆對獨島提出不當領土主張 不會對韓國擁有獨島主權造成任何影響 韓國方面將堅決應對日本就獨島發起的任何挑釁 日本的防衛白皮書是為下個月即將到來的 國防預算申請做準備的 就是為執政黨在未來10年左右翻一番的 空前的軍事經費增長目標建立公眾支持 這也是為年底的日本國家安全審查奠定一個基礎 預計這個安全審查將要求獲得更遠距離的攻擊導彈 加強太空和網絡能力 並對技術的獲取進行更嚴格的控制 正好今年爆發了烏克蘭戰爭 這給日本一個很大的理由 也使得這個白皮書平添了戰爭的氣氛 這個防衛白皮書中包括一個新的章節 就分析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所帶來的影響 他寫道 入侵是用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 動搖了整個國際秩序的基礎 不僅在歐洲 而且在亞洲 他宣稱殺害平民的行為嚴重違反了國際人道主義法 並且表示絕對不能夠原諒 那麼就在這一章節還提到 俄軍可能過度的輕視了烏軍的能力 並且寫到在戰爭開始的時候 他們沒有能夠奪取烏克蘭的大城市 這是對烏克蘭戰爭說三道四 那麼這份白皮書還詳細地提及了中俄的軍事互動 比如2021年10月中俄軍隊共有10艘艦艇 幾乎繞日本列島一周 同年11月和2022年的5月份 中俄轟炸機在日本海 東海等海域上空 實施聯合空中戰力巡航 這份防衛白皮書還說 對在入侵烏克蘭的戰爭中 遭受了相當大損失的俄羅斯來說 與中國的政治和軍事合作的重要性 可能比以往任何事都大 所以這份白皮書又說 日方將關切地注視 俄羅斯在遠東包括北方領土 就是俄羅斯所謂的南千島群島的趨勢發展 它使用了比去年那一版當中 注視發展更為強烈的語言 就是叫做關切地注視 還有前幾個版本的白皮書 措辭都被保留下來了 像中國日益增長的軍事力量 是該地區和國際社會 什麼強烈的安全關切等等等等 還說朝鮮多次發射導彈 是嚴重的緊迫威脅等等 那麼特別是安信夫 在今年的防衛白皮書的序言中 提到了台海局勢 他們說中國是準備使用武力統一台灣 並且斷言說 這個地區的緊張局勢正在加劇 這個白皮書中對於台海局勢的描述 從去年的版本以來增加了一倍 那麼這個執政的自民黨 在上一屆的日本眾議院選舉當中 承諾說要呼籲增加國防預算 而且提醒大家要記住 這個北約組織要求的防護預算 超過GDP2%的目標 這實際上呢 在日本這種制度架構當中 它都是要在民意當中 來取得支持 所以今年的防衛白皮書專門介紹了 就是日本的這個國防費 佔GDP的比例 是低於美國 低於韓國 低於澳大利亞 還有英國等主要國家的 這呢 就是在做日本輿論的工作 好 現在請看 鳳凰運輸記者報導的其他重要表提新聞 我們稍後再會 中文字幕提供 回到總編輯時間 我是呂宁斯 意大利總理德拉基21號 再度提出辭職 獲得了總統馬塔雷拉的接納 並且要求德拉基作為看守內閣總理 繼續處理當前政務 馬塔雷拉隨後簽署法令 解散國會宣布提前大選 意大利參議院日前舉行 對政府的信任投票 指正聯盟三個主要黨派議員缺席 總理德拉基21號再度提出辭職 獲總統馬塔雷拉接納 馬塔雷拉其後宣布解散議會提前大選 馬塔雷拉表示 根據憲法國會選舉必須在70日內 即9月底前舉行 他指出意大利正面對經濟社會危機 及通脹上升等問題 不能再耽誤時間 外媒報導意大利大選將於9月25號舉行 明義調查顯示 極右意大利兄弟黨將會勝出大選 74歲的德拉基自2021年2月擔任總理 領導多黨派聯合政府 但今年以來 意大利經濟飽受能源價格高企和高通脹影響 政府內部分歧逐漸激化 上星期指正聯盟第二大黨五星運動黨 反對紓困議案部分項目 並拒絕參與信任投票 德拉基其後以支撐執政聯盟的信任基礎 以不復存在為由 向瑪塔雷拉提交辞呈 瑪塔雷拉當時拒絕了德拉基的辞職請求 邀請他向議會報告 並評估目前形勢 但在20號 參議院舉行對政府的信任投票 執政聯盟三個主要黨派議員缺席 换望日綜合報導 著名的經濟學家 義大利的總理德拉基第二次提出辞職 終於被這個總統所批准了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別的辦法了 德拉基他是因為在這個聯合政府當中 三個這個聯合政府的政黨 這個叫五星運動 還有右翼聯盟 還有一個叫義大利極限運動 在這個議會的這次的信任投票當中 根本就不出席 這樣一種情況呢 這個義大利總理就沒法幹了 因為德拉基呢 他是屬於一種非黨派的 非選舉 非議會選舉出來的 因為他是經濟學家 這是這個在去年 這個二月份呢 這個由於義大利 這個面臨 這個疫情 還有經濟問題 就把他請出來 當事人們就知道 他應該是個臨時的 這樣一個 這個救火隊的 這個角色 但是呢 他確實是個專家 所以說呢 這些這個政府當中的一些政黨啊 在議會當中 這個拒絕支持德拉基 那麼他們這樣做 都是為了他們自己黨派的利益 在即將選舉的大選當中啊 取得這個選票 他們都遭受批評 但是呢 他們都把自己的黨派利益 置於國家責任 國家經濟之上 那麼這個 在意大利目前這樣的一種政黨理念下 這種政治結局啊 其實也就很自然了 雖然很多意大利人 都對這種職業政治家們的這種 陰謀詭計很絕望啊 就是他們這些各黨派 為了自己的利益啊 促成了他們心目當中的這種 這個總理啊 這個人民的好總理啊 就不得不退出了 當然了這個從去年二月份開始 大家也都明白 因為這位74歲的 無黨派的 沒有經過選舉產生的 這個專業的人員啊 人物啊 張佳啊 他實際上在這個政治當中 就是一種臨時安排 就是救急用的 那麼德拉基啊 這個他自己也知道 其他人也都知道 無論他的名稱 多麼令人印象深刻 讓人懷念 讓人讚揚 他隨時都可以被人趕下去 因為他沒有政黨支持他 那麼德拉基的向台 使得北約和歐洲盟國感到沮喪 因為德拉基 他是個前歐洲央行的行長 意大利央行的行長 他在意大利和歐盟中的權威比 所有歷來的總理都要大 對於西方盟國而言呢 烏克蘭戰爭 歐洲能源危機 通貨膨脹 債券市場壓力啊 都使得這個盟國認為 德拉基就是最理想的人選 但是沒有辦法 這位有畏畏的經濟專家 這個不得不下台 這是意大利1945年之後 採取的政治制度的邏輯 當時那個制度 是建於意大利 產生過法西斯主義 所以呢 就這個制度 現在就是故意讓總理 比大多數其他西方國家呢 這地位都更加脆弱 好 最後前一位世界其他媒體的主要新聞報道 今天的總編理時間就到這裡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 再會 今天在市民伴道 今晚了 這麼好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